哈喽各位书迷朋友们 这里是吃饭洗澡睡觉都忘不了小说的书宠老河 拿好手机跟着老河一起来盘一盘吧 周一仙看上去是鹤骨先锋的得道高人 实际上是个拿着仙人指路招牌的算命师 整天拿着个竹竿 上面挂着一块白布 写着四个字 仙人指路 小气巴拉 贪恋钱财 喜欢凑热闹 遇到事情拔腿就跑 三十六七走为上季 练得熟练得很 就这样的一个平平凡凡的小算命老头 却被称为是诸仙第一谜团 他的真实身份远远不像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么简单 看这三点就知道了 首先周一仙非常的神秘 他的来历从未被清楚介绍过 只有他所说的那句 不知是戏言还是真相的 爷爷我身为青云祖师第十三代传人 这样看来 他或许是青云子失踪的徒弟 所传承下来的一脉 而第十三代 别看这数字打 就觉得太远 这传人关系不值钱 要知道天下第一人倒选 可是青云第十七代传人 这样看来 只要周一仙回去青云门认祖归宗 道选就要叫他祖祖祖师爷了 其实呢 就是没有人知晓周一仙的年龄 周一仙和鬼王从小就认识 这样看来看 周一仙的年龄大约在三百岁左右 但是也有说明猜测 周一仙是青云子的徒弟 窥迫生死之谜 现在已经两千多岁了 最后就是周一仙所修炼的天赋神通是什么 书中说道 周一仙自小不惜修真练道 这么样看来周一仙的修为应该不高 可是张晓反身怀天书自卷 兼修佛道无上神通 却为他一眼看穿修为 而且还避不开他随意一排 这和前面说的不喜欢修真练道相悖 或许就和学神一样 我不喜欢做题 但是我可以考满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